总统大选由民进党赖清德胜出 美国不少重量级国会议员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都会陆续抵达台湾 要表达对赖清德的支持 那么这也凸显出台美关系的紧密 而赖清德的新内阁人士改组名单 也让外界持续关注 到底会由谁来接任格魁 好 现在外界点名了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两个人在今天也一块出席活动 还一起逛摊位 互动热络 引发外界的联想 蔡总统我看她也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文灿也不用讲了 出席电器3C年终购物节活动 副总统赖清德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陪着一起逛摊位 接下来的赖政府首任行政院长人选 到底是谁 两人同框引发零散 会长想问有可能接院长吗 有聊过相关人士安排吗 只是赖清德退出新潮流 让讲究派系共治的绿营 创造出了隔回空间 是否也增加新潮流出任的几率 其他隔院动向也备受关注 把握我在交通部的每一个时间 就是全力 业务全力的推动 不会有任何的停止 郑文灿跟隔院们都必谈 接下来新内阁的问题 有谁阻隔 现在赖清德恐怕还不急 还有时间慢慢考虑 而当选之后 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将接力访台 像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印太小组民主党领袖贝拉 国会台湾连线联合主席巴尔跟迪亚士巴拉特 还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将来台表达对赖清德的支持 台湾在美国的主流民意 是受到欢迎跟支持的 因为美国今年要进行大选 所以台湾在美国的主流民意 受到支持 他们的政治人物 来到台湾互动交流 对他们是加分的 维护国家力 跟美国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 然后这个任务是不会改变的 台湾大选刚落幕 美方官员接下来 几座陆续抵台 更凸显美台关系的紧密 继续抵台北报导